花了26000元买的面包车 2023年猜猜我的自驾旅行会从哪里开始呢 大家好我是姚姚 在我们的祖国有这样一条路线 它是由三条国道组成 分别是景观大道G219 最美公路G331和滨海大道G228 全程近3万公里 全部走完可以绕我们的祖国环游一圈 从2012年接触户外经历了徒步 骑行 魔旅 旅行了这么多年 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心愿 就是有一天开着自己改装的小汽车 去真正意义上的环游中国 2022年疫情结束 我就开始为这个小心愿而准备 从买车到改装到出发 我终于开启了我的自驾环渠油 此时我已经开着我的面包车 在出发广西的路上 从市场年样出发先到达广西东西 第一个小目标我计划先走219国道 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把219国道走了 再根据情况就下一个计划 G219是全中国唯一一条超过一万公里的十四级大道 它南起广西东西 北自新疆喀纳斯 普京广西 云南 西藏 新疆 跨越将近30个纬度 全程一万多公里 最难走的国道 饼茶茶与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公路 新藏线也包含其中 能够一次性看遍海洋 森林 瀑布 河流 云海 雪山 冰川 湖泊 湿地 戈壁等等 几乎是你能想到的所有风景 不仅如此 它还与G331国道和G228国道完美对接 形成一条全国公路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关注我 我们一起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奥利给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